在昨晚由孙力主演电视剧《那年花开月证园》 在东方卫视和各位见面了 在剧中孙力所饰演的周莹是性格鲜明 泼辣果敢对陈晓饰演的沈欣可没少下狠手来看一下 在《那年花开月证园》中 陈晓饰演的沈欣怡在孙力饰演的周莹面前怎么都嚣张不起来 反倒是周莹生信泼辣果敢 不仅敢教训沈欣怡还敢直接绑架了她 不仅在剧中被周莹欺负惨了 在拍摄这场戏时陈晓更是没少遭罪 从内到外被好好的折腾了一番 我告诉你 我周莹再下去 跟你混在一起觉得丢脸 你看看你 手不能提 肩不能扛 除了吃喝玩乐 你还会什么 可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呢 当工作人员还在讨论应该如何绑麻绳的时候 孙力凑过来出谋献策了 捡放在前面 捡放在前面 再能不能多往这 手扯那还是可以动 把他手背后 背后 把他手背后 这个绑的还不行 要把他脖子都绑 见工作人员怎么都掌握不了绑绳子的技巧 孙老师准备亲自上场教教他们 就算是难得的温柔 也是带有强烈的目的性的 在剧中 孙力绝对是一朵霸王花 但在拍摄现场 导演才是真正的狠角色 不是 光够 光靠眼神和台词是不够的 那刀呢 刀呢 刀呀 刀呀 这点 这会刀 那我最后就把刀别在他脖子上 刀呢 就是抽嘴巴的 这是 这是 不抽了吧 最抽 不不不 不抽不抽 对 你就抽 没暴力 没有失恋 没有抽嘴巴的 没有刀骨脖 你就 有巴掌了 导演还嫌弃 没有羞耻感 不仅规定了删巴掌的力度 还规定了次数 心疼陈晓的脸一秒钟 我现在就做了 摸出吗 就是那个羞辱感 就是不是那种打 就是那种 就是拍拍脑袋 对对对对 肯定是打的 肯定是打的 你就把耳帮子夹上吧 起来我们家没男人弄什么 大帮子夹不回头 你是招死了吧你 对于最后一场泼茶戏 导演为了达到拍摄效果 更是亲力亲为做示范 万象的是 这场泼茶戏一变过 陈晓逃过了一劫 作为泼茶者孙丽可是洋洋得意啊 这真是完全不顾及受伤的陈晓啊 陈晓孙丽这一强一弱的完美配合 不仅造就了剧中的精彩片段 也将人物鲜明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周莹再下去 跟你混在一起觉得丢礼 除了吃喝玩乱 你还会干什么 到底还有哪些精彩等着我们 敬请期待今晚19点30分 独方卫视首播的 《那年花开》月正元 娱乐新电地编辑报道